大家好,我是娟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香酥轩软的小面包 不用二次醒花 下面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在盆里倒入面粉250克 打入一个鸡蛋 加3克酵母,5克白糖,促进酵母发酵 先将鸡蛋和面粉搅拌均匀 再倒入约100毫升的纯牛奶 因为面粉的吸水量不同 也可以酌情的增减 长成像这样的面疙瘩 下手团成面团,放在面板上 混两次加入防油20克 刚开始肯定很粘手 一定要充分的把防油揉在面粉里 慢慢的你会发现越来越好 好看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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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看!